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中信加油站国语家庭系列讲座 那今天的系列主题是幸福家庭生活 时间过得很快 我们已经来到了这个系列的第十讲 幸福家庭生活中的父母与孩子 如果你一直跟着我们在听这个系列讲座的时候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之前讲了很多关于幸福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 讲到了根基 讲到了秘诀 讲到了图景 也讲到了我们的父母 父亲和母亲 男人和女人 那今天我们就回到了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 好 今天是2021年7月7日 我是主持人乔宴 那我们的讲员还是高伟川女士 好 那个我呢不多介绍她了 大家其实对她也非常非常的熟悉了 我们来看一下 那人间呢最大的爱就是 也是最稳固的爱呢 就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爱 那这是人生的天伦之爱 但如今呢有许多的误区在其中 就造成了许多家庭教育的伤痛 那我相信每一个做父母的都有经历过这种伤痛和困惑 那什么才是幸福家庭生活当中的亲子之爱呢 好 那接下来我们就请出高伟川女士 来给我们讲今天的讲座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 这最后一讲的建造幸福家庭生活中的父母跟孩子 这个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一个生活 我们的父母 孩子 亲子这样的关系 很多的讲座 在这个世代里面 我就看见很多很多的方法 来怎么样教育孩子 可是我们有些时候忽略了 我们最根本的一个问题 我们先分享一下就是我们的这个人间的爱 人间的爱 我们有父母的爱 有朋友的爱 有夫妻的爱 那这个最大的 最稳固的爱是什么呢 就是父母跟孩子的爱 这个叫做天伦之乐呀 天伦之爱 所以我们父母跟孩子 当我们结婚了 有了家庭 然后我们就期待着有一个小宝宝出生 那个是所谓的爱情的结晶 就是孩子一出生的时候 那真的是让这个家庭很欢乐 这个是上帝的一个创造 叫做天伦之爱 这个是没有解释的 这个是血缘之爱 所以最稳固 无论孩子变成什么样子 我们父母的心都不会离开孩子 但是我们所表达出来的 有些时候就是我们对孩子 有很多的压力 就说如果你不这样这样做 我就如何如何 好像我们就是父母之间的关系呢 是被一个很脆弱的关系维系着 但是其实呢 人间里面最大的爱 最稳定的爱 就是我们父母跟孩子 这样的一个天伦之爱 那今天呢 有许多的误区在这个里面 在我们的家庭生活里面 我们前面的九讲 都一个一个来分析 那今天呢 我们要看一看 造成这个家庭教育的很多的伤痛 它的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那什么才是这个 幸福家庭生活中的这个 亲子之爱呢 这个是我们今天要特别的思想 那这个我们要回到起初 就是上帝创造的 第一个家庭的选择 这个第一个家庭生活 是从一个人开始 是从亚当开始 然后上帝给他创造了一个配偶 来帮助他 那这个当夏娃创造了之后 那这个家庭组成了 就是婚姻 那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关系 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 然后之后 我们就是一个夫妻的关系 但是上帝创造 第一个家庭的选择是什么呢 就有了分别善恶术和生命术 如果我们选择了生命术 那我们的家庭生活和孩子教育 都是按照上帝的这本说明书来进行的 就免得走很多的弯路 可是今天呢 从一开始 这个第一个家庭 他们选择的呢 是违背上帝 选择了分别善恶术的一条路 所以这是两条路 一个是跟随上帝的一条路 就是按照上帝的话来生活的 那个叫做生命 那今天很多的家庭呢 就是离开了生命术 我们按照亚当夏娃 他们起初的选择的错误 然后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 就是分别善恶术 那这个我们之前讲了很多 那这个分别善恶术 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呢 就是如果没有违背上帝的时候 没有恶产生 我们不需要分别善恶 像小孩子 他这个赤裸敞开的在街上跑 一个一岁两岁孩子 他这个在人面前 就是赤裸的 就是这个完全不穿衣服的 他都不觉得羞耻 但是慢慢慢慢长大了 这个恶那个罪 进入到人的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有了羞耻感 所以这个当亚当夏娃 这个选择了分别善恶的时候 违背神 那么我们就需要有分别善恶 什么是上帝说的 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罪 带来的这个恶果 所以这两条路就造成了 今天家庭生活的很多的问题 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 分别善恶术的 这个家庭生活 那这个家庭生活里面就是 你对 我错 或者你错 我对 那用我这个对的地方 跟你错的地方 就是来征战 所以每个家庭啊 就是很小的一个决定 都会来征战 那我做的这个家庭辅导最多的 这些的朋友啊 弟兄姐妹啊 最多的就是分别谁对谁错 这个家庭里面 如果按照我的标准 那么对方是错的 按照对方的标准呢 我是错的 所以就用这个对错 分别善恶 造成了家庭生活和孩子之间 那父母的标准定了之后 孩子如果违背了父母的标准 那么也是一个征战 这个是家庭不得安宁的一个根源 就是我们选择的是违背上帝的 那今天我们的希望在哪里呢 就是我们要选择走生命术 就是按照上帝在圣经里面 起初他所创造的这样的一个律来生活 这个家庭的定律 父母跟孩子也有一个生命律 这个生命律带领我们这个家庭生活 走向一个被祝福的一个生活方式 那我们看到这幅图的时候呢 你就是看到你我的人生 这个在这个约伯记旧约里面 圣经有一卷书叫约伯记 约伯他就是受了很多的苦 然后呢告诉我们在苦难里面 在这些问题里面智慧是什么 所以他叫做智慧书 我曾经介绍大家去看 圣经里面的智慧书 这是其中的一卷 那里面有一句话说呢 人为妇人所生 日子短少多有患难 这一句话你看字数不多 就一句话 但是里面有三件不变的事情 给我们看见 一个是我们都是妇人所生的 都是妈妈生养孩子 把孩子生出来 然后呢 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日子很短少 就是人生很短暂的 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长 从出生一直到年老 最后死去 其实是很短暂的 因为我们不知道 我们的人生的终结 是在哪一天 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什么状态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人生的这个终极的那个结果 我们从终极看我们现在的时候 我们才有可能认识我们自己的人生 一个人不认识人生的时候 也不认识自己 就更不用说认识神 也不用说我们可以走生命树的那一条路 所以今天我们看一看这生命当中 有三件不变的事情 这个为妇人所生 人生短暂 然后就是里面充满了患难 这是三件 在人生里面日光之下 没有心事 就是这三件事情 说得非常的明确 让我们看一看 我们就是从出生 一直到我们的奋斗 这个读学位 毕业 最后年老 拄着拐杖 坐着轮椅 最后躺下 所以这个 这是让我们看见的三件不变的事情 认识一下我们人生的一个真相 然后我们再认识一下 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家庭的困境 我相信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那现代中国的这个家庭困境 其实是在世界上是充满了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有一个调查的一个报告 就是中国婚姻品质的一个调查的报告 是什么呢 有22%的人说呢 他们的婚姻生活 家庭生活 婚姻呢 是水深火热 处于婚姻的边缘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比例 22%的人 75%的人 就是更多的大部分的人呢 就是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就是还在维持着这个家庭生活 很多时候我们为了孩子啊 为了各种的原因嘛 我们好像就是离婚呢 好像有很可惜 就是不想放弃 但是呢 在其中呢 是食之无味 有很多的无奈 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 所以呢 就在这个婚姻家庭里面挣扎 只有3%的人 他们说呢 他们的婚姻 这个是很甜蜜的 婚姻甜蜜的夫妻只有3% 很可怜的 所以我们要省查一下 问题出在哪儿 我们要看一看 我们有没有盼望 那在这个中外的这些名著 我们之前也分享了很多 就是苏格拉底他说呢 无论如何都要结婚 这个是我们人生 一个上帝设立的这个婚姻 所以人呢 都要结婚 可是又不知道为什么结婚 所以我之前我讲过 我给很多年轻人 婚前辅导的时候 我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 你为什么结婚 很多人到现在为止 其实没有一个人回答准确的 所以这个苏格拉底说呢 无论如何都要结婚 所以当我们年龄大的时候 我们的父母亲就很着急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着急 有一个妈妈跟我说呢 哎呀 看见我们的婚姻呢 我们的孩子都不想结婚 我们一直在吵 孩子看着我们 所以他们好像是很怕进入婚姻 这个是给孩子 给下一代一个非常致命的一个伤害 就是他看见父母亲 就是这样的一个婚姻 那他们还要结婚吗 所以今天造成的年轻人和孩子的问题 父母亲是有一个绝对的责任的 所以我们要清楚 这个婚姻究竟是为什么 我们之前久讲都已经讲得很明白 我们要可以回顾一下 那所以这个当苏格拉底说 无论如何都要结婚的时候 这是我们的人的一个向往 就是说他说什么呢 很有意思 他说如果娶个贤妻 就是如果你碰巧了 很多时候我们是只看外貌 不知道人心 我们人只能看外财 那这个你心里面是怎么样 但是你跟他接触一段时间呢 你觉得他非常好 可是呢这里面说 如果你娶了一个贤妻 你将快乐幸福 但是这个贤妻的标准是什么呢 后面他又讲了 如果讨了恶妻啊 你就会成为哲学家 所以今天很多的哲学家 在我们的婚姻痛苦里面 如果你没有成为哲学家呢 就是你还没有省察你的人生 所以这个苏格拉底 这个他的这个妻子 你看这幅图就是很讽刺的 他的妻子对苏格拉底就是泼水图 我们今天很多妻子就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然后呢我也特别从第一讲第二讲里面都在讲 讲前中书的这个围城 他前中书的文城 其实里面的名言呢 就是就是城外的人想进来 那城里的人呢想出去 就是把这个婚姻呢 就比喻成城内和城外 那这里面还有一句话呢 大家可能不是特别熟悉 但是这一句话呢 说出了今天婚姻的现实 他说老师说啊 不管你跟谁结婚 结婚以后呢 你总发现你娶的不是原来的人 换了另外一个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家庭 我相信你都会觉得 我当初爱的那个人 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 是我认错人了吗 很多夫妻吵架的时候 就会说一句话说 我真的是当初瞎了眼啊 选了你 这个盲目的盲子 上面一个死亡的王 下面一个眼目的目 眼睛上架着死亡 所以我们很多盲目的选择 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心 我们也不知道以后 怎么样的变化 人是会变的 人随着环境和各个方面的因素 就会改变 这是我们人很多时候不了解的 所以这个是 这个《前宗书围城》里面 说了非常地一个很实在的一句话 就是你结婚以后 你总发现那个人不是当初 你所爱的那个人 你所想象的那个人 很多时候我们是幻想的一个人 并不是真实的 那莎士比亚的这个话呢 让我们思想一下 莎士比亚说呢 不如意的婚姻呢 好比是做地狱 一辈子鸡争额斗 不得安生 相反的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 就能百年协和 幸福无穷 这个莎士比亚的话 说的也是一个现实 就是很多婚姻的问题 这个有这个比喻 就是地狱 有很多人比喻 就是人间地狱是什么呢 就是两个人生活在一个屋檐下 没有爱 彼此的争斗呀 就是你对我错呀 就是每一天分别善恶 那这里面说呢 选到一个称心如意的配偶呢 你就可以幸福 但是什么是称心如意的配偶呢 我们可以思想 我们今天呢 要思想的第一个问题呢 就是你认为 你现在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这个是从莎士比亚的这一句话里面 我们可以看见 什么是人间的地狱 这个地狱 什么是一个称心如意的一个配偶 那我们的家庭生活 如果一直在分别善恶的时候 我相信 没有一个人可以取到称心如意的配偶 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立场 都有自己的一个生长的背景 都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的方式 两个人在一起 有一句话说 一山难容二虎 那然后呢 我们再继续的思想 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呢 你认为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这个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不相信上帝的存在 我们也透过很多的探讨理性 我们就是证明上帝他是存在的 这是一个不需要去讨论的一个问题 上帝的存在 如果上帝不存在 今天这个世界就不存在 但是很多人不相信 为什么不相信呢 因为他有他自己的一个看法 自己的一个标准 所以那今天呢 世界上最大的力量是什么呢 我们带到婚姻生活里面呢 其实是我们对上帝拒疑的那个方式呢 也同样的带到我们的家庭生活 夫妻关系 我们就是不相信 不相信对方是好的 我们也不相信对方的选择是对的 所以这个不相信就充满了在我们的婚姻生活里面 我们总是怀疑 当我们对上帝怀疑的时候 就表明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断裂的 我们走的是一个分别善恶术的路 我们走的不是生命术的路 所以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力量就是相信 当我一旦相信上帝的时候 我的整个生命改变了 那然后我跟上帝的关系呢 这个断裂就吻合了 就连接了 然后接下去呢 就是我跟人的关系 第一个关系就是我的婚姻关系 因为每一天生活在一起 这个关系彼此的信任 相信 这个信任是很大的一个力量 相信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力量 所以你自己要思想一下 为什么相信是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力量 在你的生活里面 为什么很多的不信 为什么很多的不信任 很多上帝的一个作为 我们也不信任上帝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个作为 所以产生了今天许许多多的问题 所以我们接下去要看这个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说今天很多人怕受伤 然后我们有些人离婚是为了不再受婚姻的伤害 就进入另一段婚姻 那另一段婚姻呢 仍然受伤害 所以常常的在这个破裂的家庭的这种辅导里面 我就跟许多的人交谈的时候 这个问题是至关重要 就是什么呢 就是当我们去爱的时候 我们就会受到伤害吗 所以有一段话说呢 去爱就会受到伤害 爱任何的事物 你的心就会有苦恼 就会伤痛 如果你想保护你的心不受任何的伤害 你必须什么都不爱 甚至连动物也不能够爱 也不行 你要用很多的这个嗜好 喜好和享受呢 把它小心翼翼的包裹起来 避免任何情感上的一个牵挂 把你的心呢 完全封锁在自我中心的一个棺木里面 可是呢 然而在那里安全 黑暗 稳定 真空 这个心就变了智 它不会受到伤害 但是呢 却会变得坚硬 不破 麻木不仁 不可救药 这一段话是值得我们思想 我们都知道创可贴啊 我们有列文了 我们就包裹上面了 过几天就好了 可是今天我们心灵受伤害的时候 那个创可贴是什么呢 怎么能够让我的心不受伤害呢 这个是我们要去思想的 所以很多人呢 心不拿出去 为了它伤害 反而我们的心变得非常的麻木 而且我发现夫妻两个的征战的时候 我发现双方都是非常的坚硬 非常的麻木 甚至到了一个地步 不可救药 他们就是要分开 这个是让我们去思想 我们去爱的时候 为什么我们就会受到伤害 这个是要回到我们所信的十字架 这个是一个生命的根基 十字架 什么才可以医治我们的受伤的心灵呢 什么是我们心灵的那个创可贴呢 就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 他的伤口 他的伤痕 如果贴在我们的心里面 这个十字架 在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 那个是坚不可摧的 不会被伤害的 你尽管去爱 用你的心 用上帝给你的这份爱 因为上帝的爱 就是爱那个不可爱的人 所以上帝为你我的罪 他担当死在十字架上 然后复活 这是给我们一个生命树的一条路 这个家庭生活 如果不从这里开始 我们跟孩子的关系 跟父母 父母孩子的关系 夫妻的关系 不可能不受伤 然后呢 第四个问题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生 就是一直拼命的 就是不要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许许多多的家庭 这个孩子一出生 就是期待着 他有一个人生的规划 人生的计划 不输在起跑线上 我们觉得节族 一定先登 但是今天我的问题就是 我们这样的节族先登 如果我们的方向是错的 你节族一定先登吗 所以人生就像一个跨栏一样 一道一道的这个关卡 一道一道的坎 你要去过的 但是最后的那个终点 是在哪里 如果你的方向完全跑错的时候 你跑得越快 你伤痛的 你的问题 你的所有一塌糊涂 一败涂地 所以我们今天要特别的 在最后的这十讲的里面 我们的这些的问题 我们要思想 那第五个问题呢 就是有一座城市里面 当你看见万家灯火的时候 有一盏灯是属于你的 有一个家呢 是等着你的 这是你的一个幸福 所以我也之前分享过 我在中央美术学院 读书的时候 我一个礼拜才回一趟家 那个时候 我在每一天吃完晚饭 然后出来走路 有时候跟同学走路 有时候自己一个人 去买东西啊 走在路上 我就看见这样的一副场景 万家的灯火 我的那个灯火在哪里呢 所以我很期待着 到周末的时候回家 可是在外地 在中央美院住校的 那些孩子们呢 当时我不理解 现在我非常理解 他们的孤独 所以他们就在 找他们的另一半 有时候就会越界 所以人是很孤独 所以需要一个家 那个家是上帝 特别为你存留的 那样的一个幸福的家 可是在茫茫的人海当中呢 我们在思想哈 上帝就配合了一个人 是属于你的 你也属于他 很多时候我们却觉得 那是我们的束缚 那是我们的束缚呢 还是我们的幸福呢 当你对人生 有很多经历的时候 我们说一个成熟的人 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 就是你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的 不同的阶段的一些的困境 磨难低谷的时候 你会珍惜什么是你的幸福 但是今天有很多人 有这样的家 我常常就是说 你们真的是好日子没好过 就是认为是一个束缚 因为什么呢 在孩子觉得父母的爱 是一个束缚 夫妻两个都按照自己的方式 来爱对方的时候呢 对方也会觉得是一个束缚 有人就因为对方太过爱他 爱到太独断专行 就是好像有两个字可以形容 就是控制他的时候 他觉得那个是一个束缚 他就要挣脱 所以人很难在一个家庭生活里面 会享受到那个幸福感 他会在这个很多幸福的当中 我常常说是生在福中 不知福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 中外有很多名著啊 这些所谓的名人啊 还有一些这些属灵的伟人呢 其实我们都是他们经历过人生的各种的 磕磕碰碰的那一种 过了很多人生的那个坎儿 就是一个关卡一个关卡的再过 过了之后他有一些的人生的反省 那卢梭说呢 卢梭在艾米尔这个书里面 他说呢 人的一生是幸福和痛苦交织的一生 我们无法只得到绝对的幸福 也不会只能品尝绝对的痛苦 人人都有幸福和痛苦 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痛苦总是多于快乐 痛苦少的人呢 就是幸福的人 人类一切愿望的产生的都是因为缺少快乐 缺乏快乐就会感到痛苦 当人的能力和欲望无限膨胀的时候 他就是一个极度痛苦的人 这个是他的人生经历 他所总结的 那中国的这个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诗人苏氏 他在《水调歌头》里面 里面讲到的就是人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会背的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古难全 这个是我们人生的一个现实 这个是许多人的人生的经历 这个也是我们今天要来探讨 要来挖出来我们今天生活应该是怎么样的 所有的人间的这些疑问问题 家庭生活的这个困境 这一系列的刚刚提出的这些的问题呢 这个我们都熟悉的曼宁 他有一个回答 就是衣衫蓝缕的这个福音 有一本书 这本书里面呢 有一段话 我觉得呢 可以分享给大家 他说这个求生的唯一窍门呢 就是知道上帝照着我的本相爱我 这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分别善恶术 带来的生活 这个家庭生活 还有孩子的关系 孩子的教育 夫妻的关系 这所有的一切的这些问题 其实在这边给我们一个答案 就是上帝他照着我的本相 我们人的本相是什么呢 就是罪人 就是每一个人自我中心 我们都是站在我的立场上 我的角度来看 所以我们常常有一个争论就是 从你的角度看是九 从他的角度看是六 都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可是那个角度是不同的 但是上帝照着我的这个本相 我的有限 我的问题 他来爱我 而不是照着我应当有的那个表现来爱我 那今天的家庭问题呢 就是我们是按照那个表现来爱对方 那这个爱呢 是超越了 我是不是值得爱 是否忠诚的那个条件 这个是上帝的爱 上帝的爱在这一本书里面 衣衫褂褂的福音 福音 如果一个人不认识福音是什么 也不认识上帝的爱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来解决我们人生的那些问题 那他接着说呢 他在清晨的阳光中爱我 也在傍晚的雨丝中爱我 没有戒备 没有遗憾 没有疆戒 没有收回的时候 不论我做了什么 他无法不爱我 这个爱是无条件的 就像我们跟孩子的爱 就是无条件的那样的一个爱 可是父母跟孩子的爱 在人间来说 虽然是很稳固的这个爱 可是还是有限的 而上帝的爱呢 是超越父母跟孩子的那一个爱 是一个超越的爱 无论孩子怎么样 父母的爱是不能够改变的 所以那个方式 爱的方式 也是按照上帝的那份爱 来爱对方 来爱孩子 所以当我有意识的与基督 那真实的爱相交的时候呢 就是里面讲到野性的 其实就是一个本性的 它里面用的是野性的 热情的 不放弃的 这个顽固的 追逐的 温柔的爱 那时候不是我应当去改变 而是我渴望去改变 因为知道 我是如此的被深爱着 今天很多时候 我们总是怕把孩子 就是溺爱宠坏了 因为我不懂得什么是爱 所以很多时候是溺爱 那上帝的爱不是溺爱 很多时候我们还会说 哎呀不要把他宠坏了 不要把他惯坏了 这个是我们父母通常 对爱的一个理解的一个限制 这里面用上帝的爱 被深爱的时候 一个人被上帝深深爱着的时候 他可以感受得到的时候 那么他对很多人际的关系 他都可以超越 所以这份的爱 是回答所有问题的一个答案 那我们这个三只小猪的故事 大家都很熟悉的 就是这个是一个童话 很多孩子们从小 就是来听这个童话故事 我们之前也讲到了 这个安徒生的童话故事 今天呢我看看 用这个三只小猪的这个故事呢 让我们知道 怎么建立我们的家庭生活 我们是用什么来建造 所以这个三只小猪建房子的故事呢 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发 有很多童话故事 对我们大人来说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想 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典 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建造一个家 如同这个建房子 第一个小猪呢 它是很随便的就建了一个房子 非常快 它说我有自己房子了 然后它非常的开心 它是用草 很容易就建了一个房子 这个是第一只小猪 第二只小猪呢 它是用木头建成了一个房子 费了一些力气 但是呢 这个在接下去的 我们看呢 就是这个第三只小猪 它用的什么 一个木头的 一个草的 然后呢 这个第三只小猪呢 它就费了很多的力气 它不是用木头 它是用这个砖建了一座房子 然后呢 就是它花了很多的精力 夜以继日的就这样去干 然后呢 其他的两个小猪呢 都很快就住进了新房子 可是它呢 就是第三个小猪呢 它还是不辞辛苦的 花了很多的代价 过去了三个月 所以它才把这个房子盖好 那然后呢 它就进去了 看起来呢 第三只小猪好像 很愚笨吧 就是我们人说的 好像你 太费功夫了 可是有一天 考验来的时候 当这个狼来的时候 就一下子就知道 第三只小猪 它所盖的房子 它没有 用它们以前 好像很快建造了那些材料 但就保护了前面的两只小猪 这个是我们都清清楚楚的 知道的一个建造房屋的基础 那今天我们呢 建造房屋的基础 如果不回到这个福音 好像很多人说 哎呀 我读圣经也读不懂 上帝我也不认识 那我就还按我自己 很容易的建造我的家庭 按照我上一辈的父母亲 怎么教孩子的 我就这样去教 好像很容易 所以我们父母亲都没有 受过装备 就已经上岗了 我们是无照上岗呀 很多父母亲就是这样 像前两只小猪一样 到考验来的时候 一塌糊涂 我们不愿意花功夫 建造这个家庭的根基 我们有一天考验来的时候 我们就完全的坍塌 所以就像一个手术的医生一样 如果他根本就没有那么多年的装备 今天独一是花很多时间的 然后又实习 那一个手术医生 他会经过很多很多的装备 他才能够上岗 他才能够去做手术 那如果一个没有受过装备的 没有根基的 不熟练的一个手术医生 你想可想而知 如果我们生病 要去做手术 我们感冒 我们的命就没了 在他的手下 就丧失了 那所以今天 我们的父母 如果我们不建造我们的家庭 用最好的材料 就是耶稣基督的根基福音 和生命术的这样的一条路 来建造我们家庭的时候 有一天考验来的时候 一定是坍塌的 这就是今天我们最大的问题 是我们的父母亲要省察的 那圣经里面 非常清楚的给我们答案的 就是诗篇127篇里面讲到 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 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 若不是耶和华 看守城池 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你们清早早起 夜晚安歇 吃劳碌得来的饭 本事枉然 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 必叫他安然睡觉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胎 是他所给的赏赐 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永世手中的剑 剑带充满的人便为有福 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 必不至于羞愧 这短短的一个诗篇里面 有许多的人生的答案 我们的建造的根基 如果不是上帝他建造 我们不是按照他的方法建造 我们一切都是突然的 本事枉然的 所以到考验来的时候 就像那个前两个小猪 那样的一个考验的时候 就坍塌了 而且这里面特别的告诉我们 父母跟孩子的关系 我们是建立在哪里呢 这个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产业 不是我们的 我们今天随意按我们的要求 实现我们年轻的时候 不能够实现的这个愿望 我们就把这个压力给孩子 那是完全错误的 因为上帝创造的孩子 创造的这个养育儿女的一个律 如果我们不按照上帝的一个方法 来养育他们的时候 我们就把他们作为己有了 不是的 上帝给我们一个赏赐 我们不要糟蹋了上帝 给我们的这个产业 有些时候我很焦急 看见父母亲要离婚啊 闹啊 这些孩子们早早晚晚都会出问题的 可能现在你看不出来 但是他们的心里一直到他们的婚姻 人生都有很多很多的问题 这个我最近就是恳求一对夫妇 我真的是恳求啊 恳求他们说为了孩子 你们好好的建造你们的夫妻关系 婚姻关系 因为儿女是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赏赐 一个产业 我们不要糟蹋在我们的手里面 按照上帝的话语来养育儿女 上一辈有很多不好的榜样 遗传在我们身上 我们今天又要遗传下一代 这里面说少年时所生的儿女 好像勇士手中的剑 我们都知道勇士手中的剑 要剑袋充满要预备好 那我们怎么样预备儿女 这个他的剑袋 那这个剑袋充满的人变为有福 这个当考验来的时候 你就不会坍塌 今天婚姻家庭 我们实在是要好好的建造 要知道怎么样建造 那圣经里面这个答案呢 都是很清晰的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花时间 进入到圣经 也不愿意花代价 在神的话语上面 如果你愿意这样的去建造的话 你的家就有盼望了 圣经《马拉基书》里面讲到 他说 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 未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 到你们那里去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免得我来咒诅这地 这里面给我们清晰的说 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 今天有多少家庭是缺失的父亲 有多少的儿女 他们的心不是转向父母的 这是我们家庭很大的一个悲剧 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们该怎么样建造我们的家 所以那当你读真言书的时候 这个是之前我建议大家去读的 里面充满了智慧 人生的智慧在圣经里面 你到处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们每一个教会里面 都会来讲圣经 如果你不肯花代价去明白圣经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像那两只小猪一样 早早晚晚坍坍 所以这里面说教养孩童呢 是他走当行的道 就是到老都不偏离 这里面给我们看见的是 当行的道是什么呢 我们自己父母亲要清清楚楚的知道 我走哪一条道 是生命树的道呢 是分别善恶的 分别善恶树的那一条路呢 所以这里面说到老都不偏离 如果我们按照生命树的这样的一条路 在圣经里面 他怎么说我怎么做 其实你就是不会偏离 这个就是当行的道 而且在真言书里面还说 我儿你心若存智慧 我的心也甚欢喜 今天呢 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呢 我之前讲过什么是智慧 所以这里面给我们看见 如果我们的孩子有智慧 我们父母就心里面欢喜 但今天怎么样教导孩子有智慧呢 父母亲有没有智慧呢 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正直话 就是我的嘴若说正直话 我的心肠也比快乐 今天我们说的很多话是不正直的 是我们的私欲所说的话 那你心中呢 里面讲到了 你心中不要嫉妒罪人 只要终日敬畏耶和华 因为至终必有善报 结果是好的 如果你不按神的话这样去做 你表面上可能把孩子压制了 好像他听你的了 但是有一天他有自己能力的时候 他就完全里面没有解决 我们今天关注的是这个外在表现 我们没有关注到内心 我们自己的心和孩子的心 所以这里面不断的提到智慧 正道 他会引导我们的心 就是上帝在说明书里面 就是圣经给我们清清楚楚的 给我们有智慧 然后讲到孩子呢 讲到孩子就是说 你要听从生你的父亲 你母亲老了也不可藐视他 今天很多的孩子是藐视父母的 你当买真理 因为孩子没有真理 也没有智慧 所以这个就是让我们能够看见 孩子应该怎么做 父母亲应该怎么做 所以人生这个智慧 这个一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 人生智慧的这个儿子 必因他欢喜 所以就是我们的下一代 他们走当行的道 然后呢 我们的父母心就欢喜 那今天很多父母亲 看见孩子一点点好的表现 就挺高兴 但是维持的叫好景 不长 好花不长开 经常的就是痛苦 经常的是征战 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了 就是要将你的心归我 你的眼目也要喜悦我的道路 今天的父母亲 我们的心 如果归向了这位神 我们的孩子就有盼望 今天我们父母亲 没有榜样的时候 你根本没有办法 懂得什么是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呢 就是看一看圣经里面 讲了许多做儿女的要孝敬父母 这个是神的一个诫命 这也是我们跟人的一个关系的第一条的诫命 但是今天呢 我们怎么样的来看 这个圣经给我们家庭生活的这些定律 这个儿女要孝敬父母 这是带着应许的一个诫命 所以这个清清楚楚的就是 就是照着耶和华神所吩咐的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的一个定律 儿女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 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 得以长久 那我们要回到这个圣经里面的建造 你最后就可以看见 什么是一个幸福的家庭生活 我们这个系列里面就可以看见 什么是我们该有的 这个家庭生活的模式 那这个 今天的很多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是父母头痛的 我相信在线上的许多父母 都经历了什么是青春期的孩子 如果家里面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呢 很多家里面的战争就不会平息 那青春期在拉丁语里面的意思呢 是成长 所以呢 这里面就讲到什么是青春期呢 就是不可预知的一个时期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青春期 所以在拔出那个幼稚的袋子的同时呢 要剥洒自制力的那个种子 这个是青春期 青春期是介于儿童和成年之间的 一段成长的过渡期 他的情感 社交啊 以及生理上面 都有很多的变化 有很剧烈的一个变化 有些孩子可能不太明显 但今天大部分孩子是很明显的 所以在拉丁语里面 这个青春期这个词呢 是成长 并不是叛逆 我们今天把青春期的这个时期呢 叫做叛逆 其实是我们的误解 所以现在的青少年哈 其实在这个苏格拉底 那个年代就已经讲了这个特点 所以在日光之下没有心事的 所以现代的这个青少年呢 似乎酷爱浮华 有很多坏习惯 并且藐视权威 他们不尊重成年人 将大把大把的时间 用于在街上闲逛 与同伴闲聊 他们总是顶撞父母 夸夸其谈 对人霸道贪躯 并且专横的对待老师 这个苏格拉底 在公元前四百年所说的话 那今天呢 大家都可想而知 这个话照样可以应用的 所以我常常在跟这些家长们 交流的时候就在想 我们这些危机 其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 所有的危机 都是来重造我们的生命 就是上帝要重塑父母的生命 所以危机里面就有契机 所以在这个 用了这两幅图 这个表情 一个呢当做爸爸 一个当做妈妈 就是很幽默的 今天对父母来说 就是这样无奈的一个表情 所以呢我用一个比喻呢 就是在这个 我有一个系列青春的契机 那个读书分享的时候呢 我就讲到这一幅图 这里面呢就是 怎么样能够来帮助 我们的下一代孩子呢 有些时候你看见 这些孩子们就如同 这个驴子在这个泥浆里面打滚 你就看见 苏格拉底所说的 这个青少年的问题 在今天都是一样的 那你要救这一头驴子 从这个泥浆里面出来 怎么救呢 你不可以跳下去 就是你不能够 跟他一起的进入 今天很多父母亲 跟青春期的孩子吵 其实我就看见父母亲 跟青春期孩子是一样的 可能他的青春期的时候 问题没有解决 一直带进婚姻 一直带进 他对下一代孩子的 一个教育的问题 所以我们要反省 危机里面的契机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面对 在这个 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 人生需要的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们要为孩子 选择一条 我们认为好的路 但是孩子不听的时候 你就不认为 那个是好的路 那什么是对的路 什么是好的路呢 就是我讲的 第一个就是生命树的路 那个就是对的路 所以在这幅图里面 这小孩子 就是每一步他有他 上帝带领每一个孩子 不同的一条路 每一步都算数的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 就是上帝允许的每一步 都是对永恒有价值的 我们很多时候太关注 就是我们现在 眼下 我们不太关注 这个未来 以后一个长远的一个规划 长远的规划 很多时候我们 就是很心急的 我们立刻就要看那果笑 我今天祷告了 我明天就要看那果笑 这是我们人的问题 我们的限制 我们要改变的 很多父母亲对孩子教育 就像钉钉子一样 我这样的比喻可能不会过分 所以我们批评孩子那些言语 就像钉钉子 但是圣经真言书里面跟我们说 生死在舌头的泉下 喜爱他的 必吃他所结的果子 所以就是你舌头 怎么样结出嘴唇的果子呢 如果你就像钉钉子的时候 你的很多主观 你手里拿着一把锤子 就是来控制 就是来批评 就是来定罪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舌头 会造成家庭生活的很多的征战 我们与青少年怎么样的沟通呢 我们很多讲座 这些的方程式啊 这些的家规啊 如果这个家规没有关系 就是你跟孩子没有关系 你制定的家规 那个就是怨恨加上一个悖逆 那相反的 如果有关系的话 那么就是一个顺服 那这个里面 以福所书里面就讲到了 就是你们做父亲的 不要惹儿女的气 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 养育他们 那在这一本 《走出心灵的阴霾》 这本书里面 有很多就是可以值得参考 就是父母的一个 所谓的能量卡 但是这个是建立在 我们跟上帝生命树的那个连接上面 否则你知道这样的是一个捷径 好像很容易怎么做 但是你做不出来 因为你里面 心里面没有跟生命树那个创造生命的那位主连接 那这里面当孩子犯错的时候 这里面讲到了 他说七个步骤就搞定 有这么容易吗 我就是跟大家来思想 虽然那些方法都很好 大家可以去参考 但是你如果不是像第三只小竹那样的建造的时候 当问题出来的时候 你一个方法都用不上 因为你的生命里面做不出来 就是圣经里面说 我知道这个是善的 可是我做不出来 所以就是三岁这个小孩子都可以做知道的 但是八十老人做不到 所以今天的问题就是我们怎么建造 我们跟孩子的这个养育 不要惹儿女的气 照着主的教训 今天我们就拿着钉子 锤子来盯我们的孩子的时候 我没有按照主的教训来养育他们 那这个里面有一些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跟孩子交流沟通 这里面他提的建议是说 你问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是当孩子犯错的时候 就是让他有机会来说话 问他现在感受是怎么样的 让他情绪有一些的表达 再也有问他用什么样的方法处理 去问他这个父母不做评判的 也不做结论的 也不帮他选择的 然后这个问他想过这些方法 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吗 然后问他最终决定怎么做呢 问他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呢 并且呢表示你会全力以赴的来支持他 所以当事情结束以后呢 问他结果是怎么样 有没有照他所预料的呢 这个是书中所给我们的七条的 这样的一个建议 就是怎么样跟孩子沟通 很多方法都是很好的 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根在哪里 然后我们才可以明白 我们怎么样去做 那这个我们刚刚说这个家规 家规如果就是你跟他没有这种 从神来的那份爱 不懂得怎么样按照神的教训来教育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让孩子有一种的叛逆的 那种生活的表现 但如果呢规则跟那个家规 是加上我们对孩子肯定他的 无条件的一个接纳的 完全的一个欣赏的和爱的 和一个放手给他空间 让上帝带着他走的时候 那么这个就让我们可以看见 产生的这个果效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要了解 孩子是上帝创造的 是独一无二的 没有人可以取代和贬低他的价值的 所以这个每一个孩子 在家里面都会有一个充足的一个安全感 他不会来担心父母亲是不是不爱我了 或者是我怎么样的这种的压力 还有呢就是 如果你有几个孩子 你不需要比较 有些时候你看你哥哥多好 你看弟弟多好呀 这个是对孩子最大的一个伤害 你就是催逼他叛逆 有些时候就是 父母亲生了第二个孩子的时候 就关注第二个孩子 然后呢对这个前面这个老大 就忽略了 老大就开始挑逼捣蛋 为了引起父母的注意 所以我们自己要清楚 我们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的 我们没有办法别人替代的 我们是要按照上帝的方法 按照上帝的生命术的这个律 来教养我们的孩子 耶稣为我死 要恢复我 为我死为什么呢 因为我是一个罪人 我做不好 所以他替我受了这样的一个管教 审判钉在十字架上 替代我的罪的一个后果 一个刑罚 然后恢复了我跟上帝的这个关系 那个才是真正的我跟神 上帝创造的那个我 所以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 可是都多多少少的被罪破坏了 玷污了 所以现在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 跟上帝恢复那个上帝本来创造的我 他就会疲乏的他赐能力 软弱的他加力量 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了 人生的一个终点 让我们看见我们怎么样的 跟孩子的一个关系 用耶稣的心来建造我们的家庭的 这个仿角石 你看见左边的这个图呢 这个仿角石 它是一个建筑物的一个根基 我们圣经里面常说 耶稣他就是仿角石 就是一个根基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根 所以如果我们是耶稣基督 建立我们家庭的这个根基 我们的家是让他做主的 我们就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这个是家庭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 给我们的一个盼望 所以这个我常常在做艺术讲座的时候呢 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一个艺术的作品 你我包括我们的孩子 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造成的一个新人 旧约说在日光之下没有新事 但是在新约里面 在基督里面有新事 有新人 在基督里面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 那上帝这个伟大的艺术的作品 就像你我 真的是上帝不会copy的 不会每一个人都一样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求对方做什么的时候 你要想想上帝怎么跟他说的 上帝怎么带他的 我不能够替代 我不能够用我所感受的要求对方 所以上帝的伟大的艺术呢 就像一颗颗珍珠一样很灿烂 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一个闪光点 他回到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个新造的人 他可以活出这个人本来上帝创造的那个新意 然后呢 以至于人不会在意成他的那个器皿呢 是如何的残缺 这个里面就是讲到 他不会嫌弃装载他的这个竹框 如何的丑陋 就是我们今天呢 有了耶稣基督的宝贝 有一句话说呢 我就是一个瓦器 但是我瓦器里面呢 有宝贝就充满了能力 就是这个宝贝 就像珍珠一样 我们很残缺 我们人本性 我们的罪很丑陋 但是他不嫌弃我们 当我们愿意把珍珠放在我们这个 简陋的人的生命里面的时候 就发出莫大的一个能力来 这个是上帝无比的一个恩典 他的爱是永不止息的 没有一个爱能够让神的爱跟我们的爱隔绝的 那有一本书呢 就是守住一生的承诺 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 是需要一生的 不要心急 好像我今天听了这个讲座 我明天就可以活出来 不是的 这个只是给我们一个概念 但是我们回到上帝面前 用他给我们的这个生命的种子 这个根来建造我们的家 就是对那些爱耶稣的人而言 建造生命的是一生之久的 所以守住一生的承诺 这一本书是一个见证 是讲到了一个神学院的院长 他的太太最后就是年老 就是老人痴呆 那这个院长就辞掉了神学院院长的职务 就回到家庭 他说我的太太只有我一个丈夫 神学院可以有其他的院长可以替代 可是我的太太 她是我神所配合所给我的一个妻子 我这一个丈夫是不能够别人替代的 所以他放下了神学院院长的职务 回到家里照顾这个根本不认识他 在家里面无理取贸的一个太太 一个妻子 这个是守住一生的承诺 因为在各样的人生的经历里面 上帝给我们的婚姻 就是要我们体会 我们跟神的这份的爱是永不止息的 夫妻的关系就是预表 我们跟上帝的这个关系 一定是要有舍己的爱的 一个没有舍己的爱在家庭里面 是没有办法活出来那种天伦之爱的 舍己的爱 我们的家需要舍己的爱 我们的孩子需要舍己的爱 所以耶稣给了我们他的那一份爱 是完全毫无保留的这份爱 所以我们的心里面呢 是被他的爱充满的时候 进入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心就可以活出天赋的那一份爱 我给大家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你可以很轻松的看见 其实这个视频是对我们的家庭生活 孩子教育 种种的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 真正的朋友是什么呢 很可爱的一个视频 如果你有两个儿子 两个儿子彼此相爱 真正的朋友是什么呢 就算你的裤子掉了 也要继续的扶持 你看这个哥哥 教弟弟练车 很可爱的一个视频 你就给我们家庭生活 一个欢天喜地的这样的一个盼望 彼此相爱 在家庭里面 婚姻里面都不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 我们跟其他人又怎么样能够成为真正的朋友呢 我们的兄弟姐妹 在家里面 如果是这样的一个 在视频里面你看见的 这个哥哥 这一份的爱 令我很感动 就是 就算你裤子掉了 你有很多很多的难处 可是你为了扶持对方 宁肯自己的裤子掉了 还要继续的扶持 这个是我们今天 所让我们看一看 什么是一个真正的爱 那么最后我们的讲座呢 就在这边呢 结束 在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知道 什么是背起十字架 所以这个里面呢 给我们看见一段话 分享给大家 就算为我们这十讲里面的 一个结束语 获夺幸福和喜悦的 一个秘诀呢 是走出自己 向着上帝 以及他人生活 当人走出自我 反而会找到真实的自己 这种舍己中的喜悦 即矛盾中的喜悦 自我为中心的生活 是对人性的破坏和腐蚀 所以基督呼召人 背起十字架 拒绝自我中心 完全顺服天父的旨意 走向上帝 走向他人 也走向真实的自己 这是我们的一个系列的讲座 实讲 到这边呢 就暂告一个段落 我特别的祝福 每一个听了讲座之后的人呢 可以仔细的思想 来想一想 我透过这个讲座 得到了什么 当我们不能够脱离自我的时候 我们的家庭生活 无论跟谁结婚 都是一样的结果 都是征战 不会有幸福 一个真正幸福的人 就是像耶稣基督那样 活着的人 耶稣基督 就是舍掉了自己 没有自我的时候 这个人 就是一个幸福的人 那背起十字架 耶稣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 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我们家庭的这个讲座 我们的方向目标就是 跟随耶稣 背着自己的十字架 来建造他 在我们家庭当中的 特殊的一个旨意 每个家神来建造 他是我们一家之主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让我们能够把自我放下 明白什么是十字架 这样的一个防角石 来建造我们的家庭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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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